Hello,大家好,就说一下,回头是岸 就这句话呢,也不是说你做错了 或者说,别瞎折腾了,你快回来吧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这句话呢,是一个哲学,也是一个宇宙的规律 就是这么强制性,就像一年四季,你就是改变不了它 它就是在哪儿,没有办法 这就是强制的规律,春天之后是夏天 夏天之后是秋天,秋天之后是冬天 也好像人生一样 所以说 还是要有智慧的,要懂的 你可以去硬着头皮上啊 但最后呢,你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话呢 你还是要撞一下的,对不对 但如果呢,聪明人的话 他知道先问问老人 先问问有智慧的人 我怎么做法 我往前走,怎么走法 我的人生怎么过法 就是回头实案 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留意过 古代大官啊 都会比较,在家里呢,会摆一个如意 玉如意,或者是什么木如意 就是各种材料叼出来的如意 什么是如意呢 你看看如意的头 是往回折的 所以说呢,你回头就如意了 所以这个东西在中国古代朝政的历史上啊 也非常重要的东西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理薄冰 回头就如意 要时刻的警醒自己 所以回头实案呢 不是说 强制你怎么样 也不是说 你做错了 不应该了 其实人呢,干什么呢 都有他的道理了 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 你怎么知道这样做就是不对的 可是呢 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情直 一种很固执的执扭在里面 因为这个执扭我们受了很多的苦 可是吃够了苦头的人 他会回头 如果你还不肯回头的时候呢 说明呢 你在这个执扭方面 你还没有吃够苦 你真的吃的苦的不行不行了 你绝对回头了 所以倒不如说我们就真的了解 现在就知道 回头是安 回头呢 就是安 是你的归宿 你不会漂泊 你的时候呢 我们是要记住自己的出发点在哪 自己的初心在哪里 你永远记得自己的初心的时候 不会失败 加油 你永远记得自己的初心在哪里 你永远记得自己的初心在哪里